任務 文文所在的幼稚園沒有鋼琴 為了配合畢業晚會的演出 需要幫他製作一個能夠彈奏 瑪麗有之小綿羊的樂器 但是演出的同學 有一位是陰雅人士 聽不到聲音 所以必須用燈光及多媒體輔助 讓他知道目前彈奏的音調 請你製作一個可以有三個輸入與燈光的樂器 瑪麗有之小綿羊的系統拆解 首先我們來看瑪麗有之小綿羊的系統 那他呢 會有三個按鍵 因為瑪麗有之小綿羊 他只要Doremi 三個音符而已 所以他會需要準備三個按鈕 所以我們在硬體這邊呢 會有三組硬體 那這三組硬體除了按鈕之外 剛剛有提到有陰雅人士 所以需要燈光 那燈光的部分 所以每一組按鈕要配一組燈光 所以三組按鈕 會有三組的LED 跟三組的燈光 三組的按鈕跟三組的LED 那在軟體的部分呢 首先我們會需要按按鈕的時候可以發出聲音 所以三個按鈕分別發出三個不同的音調 然後在畫面的部分 我們會 主畫面會需要一個五線譜 然後呢 在按按鈕的時候 也要出現那個不同高度的音符 接下來是擴充的功能 基本 基本的功能其實上面這個地方就可以達到了 就是前面剛剛介紹這兩個部分就可以達到 那如果你需要擴充功能的話呢 我們這邊可以多一個 記錄 彈奏的音符 也就是說你可以把 你彈奏的歌曲記錄下來 記錄簡譜記錄下來 然後呢 既然有記錄的 功能那應該就會有清除的功能 那既然有記錄音符的功能 那我們也可以讓他自動彈奏 然後再來就是其他媒體的畫面的部分 好這是 瑪莉歐之小綿羊的 系統拆解 好那我們在做 解題的時候呢 如果你把系統拆小一點 會有助於我們在解決這個題目 好每一次都 解一個小的系統 那解完 所有的小系統之後 你整個大系統架構就做好了 準備材料 首先是你的Arduino主板 接下來呢 你的 感測器擴充板 然後三個LED 三個單色的LED 然後三個按鈕 然後三個按鈕 當然不要忘記你的USB 還有我們有六個感測器 所以我們會需要六條 杜邦 杜邦排線 那 每一個感測器都是3PIN的 所以我們會需要3PIN的杜邦排線 一共六條 所以我們盡量挑同樣顏色的 同樣顏色的六條 然後 好,所以這邊六條杜邦線